次日,四十三刻,随着敲门声响起,公子羽也被前去开门的小招给带到了内院里面。 但不同于昨日的是,今日跟着一起进入到内院之中的还有昨日楚清和看见的明月心。 并且公子羽的头发也不再是往日间的雪白,而是恢复了一个青年人应有的乌黑。 而在进入到内院之中时,看着此时楚清和身边多出来的东方不败和邀越四人,公子羽微微正了一下,看向楚清和时眼神也多了几分耐人寻味。 只是经历过昨日的事情,再加上现在公子羽恢复,此时的明月心已经完全没有了之前对楚清和的不信任,举止间也是礼貌有加。 代位公子羽好迈了少许后,楚清和点头道,还不错,体内生机已经运存流转不断,而飞向之前那样徐徐一散,接下来吃一段时间疗养心神的药吃,同时避免劳心劳神就行。 说完,楚清和让小招前往房间将笔墨纸燕拿出来。 在小招动身时,公子羽目光倾台微笑道,诊治再加上昨日你帮手,算起来现在我是欠你两条命了。 听着公子羽的话,楚清和稍稍思索后开口道,倒是可以这样算。 末了,楚清和随口道,以你的聪明应该不至于意识不到身边人的问题,昨日的事情,故意让我来解决的? 公子羽摇头道,算是,也不算是。 这么模棱两可地说了这一句后,公子羽继续道,我也未曾想到他会因为权势而置我于死地,摆秘一书吧。 随后,公子羽叹了口气道,当皇帝需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倒是不知不觉将身边的人忽略了。 竟是没察觉到自己曾经信任的人竟然都已经不知不觉被权势迷了心,确实让你见笑了。 楚清和询问道,人怎么处理的? 公子羽缓声道,若只是事关我,或许我会放了,但昨日的事情却是把你牵扯进来了,只能以绝后患了。 楚清和点头道,那就行。 所以说,为什么楚清和会愿意和公子羽结交?原因就在这里。 在遇见事情的时候,也会将自己的情况考虑进去,不至于让自己帮了公子羽,反而还留下一些敌人,潜藏在暗处。 片刻后,楚清和将药方写好后解释道,第一个药方,每日沉时出饭后所用,服用后会昏睡一个时辰,第二个药方为午时所用,直接吞服。 第三个药方则是药语,每夜害时浸泡一炷香的时间,水温自定,不是凉水便是。 每个药方上面,药物如何监制我已经写在上面。 随后,再从怀中掏出一个单瓶,放在桌上后,楚清和继续道,这个是白草运神单,专门疗养心神所用,你劳神过度,这东西对你效果最佳,每日睡前三例,吃完了,你的问题也就好了。 面对楚清和所言,公子语身旁的明月心一言不发,显然是在将楚清和说的这些,全部认真记下来。 旁边的白小生忽然开口道,听小友这话,这白草运神单才是主要医治之物,其他三个方子上的东西,倒像是附加让公子语偷懒的要求。 公子语笑道,我也觉得。 一旁的明月心,见此,则是微微正了一下,有些茫然地看向楚清和。 别说,就现在明月心这样,楚清和怀疑是不是因为这妮子不够聪明才会为公子语所青睐。 对此,楚清和缓声道,你要这样理解的话,倒也不是不行,只不过,既然这药方摆在这里,自然是有其作用,作为病人听医者的医嘱就行。 公子语含笑道,那一切便听楚兄的。 说完,公子语对着明月心道,将药方和药都收起来吧。 闻言,明月心连忙点了点头,微微起身。 但没等明月心站起来,楚清和便倾台守备,指尖微动的同时,药方以及药瓶都是被一股力道送到了明月心的身前。 见此,明月心点了点头示意后,才小心地将几张药方和药瓶拿在了手中。 不过,却没有将这几张药方直接收起来,而是一张一张地记一起来。 将这一幕看在眼中,公子语眼中揉一顿声。 楚清和以及白小生也没有打扰,就这样无声地品着茶。 一炷香后,带到明月心将手中三张药方上的内容全部记下来后, 才将这几张药方小心地折了起来,放入怀中。 至此,明月心也才意识到了情况的不对劲。 当即抬头扫了一眼楚清和等人以及面含微笑的公子语后,一张翘脸顿时红了起来。 对此,公子语微笑着拍了拍明月心的肩膀后,转而看向楚清和道, 行了,先说说朝廷的事情吧。 在一句话将楚清和众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后, 公子语说道,这半年多的时间里,诸无事的势力以及亲信已经彻底被我拔除了。 不论江湖的事情,单单朝廷这边许多问题已经解决,基础已经算是打好了。 而且朝廷之中,诸葛正我以及曹正纯这一些比较不错的朝臣我都私底下见过。 到时候,你的人拿着玉玺去主动找曹正纯和诸葛正我。 曹正纯自然会将我之前准备的东西全部告知,以现在大明国的情况,只要神剑山庄。 武当派这两个顶级势力没意见,即便是你要改朝换代也无妨。 不过朝中的不少朝臣和京城里面的世家牵扯颇深,甚至于科举都已经被暗中把持,想要解决的话怕是得杀不少的人,这件事情由我去做的话有些不合适,正好留给你的人去树立微信。 毕竟楚兄女这边要让身边的人掌管大明国和大宋国,以东方教主和邀约公主的性子,应该是想要以女子的身份掌管江山,成为千古以来第一名女帝,这个过程,少不得要运作一番。 将公子羽的话收入耳中,邀约眉头柳眉青条。 从公子羽这一番话,不难让人知晓,现在公子羽对于朝廷的掌控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 逃除江湖方面的情况不说,现在的公子羽已经是完全掌握了整个大明国。 很难想象就是这样的情况下,面前这一个人能够如此云淡风轻地将已经完全掌握在手中的大明江山拱手相让。 楚清和摇头道,半年的时间就做到这一步,即便是有着青龙会和白小阁帮忙也不是容易的事情,你这皇帝当的,倒是乏味得紧。 听着楚清和所说,公子羽微笑道,想要这皇帝当得有意思,就得昏庸一些,但偏偏,我在那皇位上待不长,自然也有劳碌一些了。 毕竟这大明的江山是用我的命来换的,自然是江山打理得越好,显得我的命也就越贵重。 对此,楚清和不禁心中倾笑。 随后,在一番长谈下,公子羽大致地将大明国现在的一些问题和掌管朝廷后需要注意的地方讲了一遍,一旁的妖月也细细地听着。 虽说妖月和公子羽都同样是顶级势力的掌权人,但夷花公和青龙会的情况不同。 青龙会中情况过于复杂,远非夷花公所能比。 即便是东方不败,在遇人以及统筹方面都要强过妖月。 这也是为何确定了东方不败会前往大宋国时楚清和也未有太多担心的原因。 再加上这些年青龙会的暗中筹谋,使得朝廷之中各处皆是有青龙会的人以及眼线以及白小阁的势力从旁辅助,使得公子羽上手大明国变得尤为容易。 一旁的东方不败此时一是没有说什么,而是听着公子羽讲述的事情。 五后,别院之中,此时的公子羽和楚清和相对坐于凉亭之内,各执一齐。 将棋子放于棋盘之上,然后拿起美酒青虾一口后,视线再扫了一眼这别院内的风景。 在目光蜻蜓点水般地掠过池塘边放着的糖椅以及鱼竿后,收回视线的公子羽点头道。 相比其我而言,楚兄这日子的确过得舒服。 拿起酒壶为公子羽倒了一些酒后,楚清和徐徐道,现在卸下了重担,以后你想的话,日子自然也能和现在一样。 文言,公子羽摇头道,虽然从宫中出来了,但到底还是青龙会的大龙手? 青龙会不比邀月公主的移花宫,一旦我卸任了大龙手的位置,青龙会里面必然有人会作乱,到时候反而是个麻烦。 从白小生那边,公子羽已经意识到了楚清和本身的实力,已经是达到了深不可测的地步。 再加上楚清和的手段、心智,还有身边的移花宫、神水宫、日月神教三大顶级势力在。 一旦未来,青龙会有不长眼的人招惹到了楚清和。 以楚清和的性格和形式作风,怕是整个青龙会都会被连根拔起。 因此,大龙手的位置,公子羽到底还要继续做下去。 只有等到未来真的找到能够接手的人后方才可以完全地放手。 楚清和开口道,以你的能力,想要压制住下面的人并不算难。 随后,公子羽话语一转道,关于神州大帝和大夏皇朝的事情,白老已经告诉我了。 顿了一下后,公子羽继续道,武当山的人来报,武当派的张真人, 现在很有可能已经突破道道天人镜之上的神作镜,现在涉及道的是整个九州大帝。 以张真人的聪慧,说不定愿意将如何突破神作镜的方法告知。 到时候,在暗中集合谢晓风,张真人这些九州大帝的高手,未来面对大夏皇朝时或许也是一大助力。 然而,面对公子羽所言,楚清和却是摇头道,现在情况未明,此举容易打草惊蛇。 没这个必要。 沉吟了几夕后,公子羽问道,若这九州大帝真的是大夏皇朝卷起来酝养龙脉的地方, 这大夏皇朝也将会是一尊庞然大物,楚兄有把握吗? 楚清和懒声道,目前来看,情况还算在能够接受的范围内。 听到这话,公子羽清笑道,听到楚兄这样说,我倒是有些好奇这大夏皇朝能够早点出现了, 也能够让我这一次调转身份,看一场好戏。 声音入耳,楚清和摇了摇头道,最好这一天还是晚几年来吧。 毕竟真要到了那一步,到时候免不了一番折腾,累得慌。 紧接着,楚清和忽然询问道,接下来想好去什么地方疗养了吗? 公子羽开口道,按照楚兄的衣嘱,每天都要昏昏欲睡和沐浴,怕是暂时不好四处游玩,只能够暂时回青龙会的筑地,等到身体疗养好了再说。 一直到傍晚时分,此时的公子羽忽然将手中的棋子丢回到棋盒里面面带几分郁闷道, 算了,不下了,楚兄的棋艺之高让人汗颜,比不过,下不赢。 一下午的时间,两人来回都已经对弈十几把,可公子羽一把都没有赢过。 总感觉楚清和将自己接下来每一步走向都已经算好了, 即便是公子羽都不禁产生了几分憋闷的感觉。 反观楚清和,在连续捏菜了十几把后,心情也是不错。 将棋子同样放回棋盒里面,后面含微笑道,这样不好吗? 至少让你以后也多了一个目标。 公子羽想了想后点头道,这话倒是也对,来日方长,多一个追赶的目标也不错, 不然的话后面的日子也太过乏味一些了。 随后,看了一眼天空被夕阳染出的霞光,缓缓站起身来后,公子羽伸了个懒腰。 倒是不知道多少年未曾像今日这样,简单的品酒和捉摸其路了,这样的感觉确实让人流年忘返。 说完,公子羽背对着楚清和摆了白手道, 接下来我需要陪着明月新游历天下,估计得有几年时间回不来, 若是有事情的话,楚兄大可让白老帮忙通知,到时候,即便是需要将我这欠下来的一条命还上也无妨。 看着一边向外走一边开口的公子羽,楚清和懒散地恩了一声示意。 听着楚清和这懒散的声音,公子羽脸上的笑容更甚几分。 再次一步迈出之后,已然是消失在这院子之内。 君子之交可淡如水,却也能浓如血。 男人之间,关系若在,距离和时间从来都不会是问题。 目送公子羽离开后,楚清和同样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 然后起身向着内院走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